欢欢深深的东方美声 这张款款深深的东方美声 其实我是以近代新闻学运动后的一些作曲家 他们所创作的曲子为主 去搜罗了16首曲子 那其实每一首对我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已经破百了 就是过半百了 那这个年纪下面 再加上从学习到现在大概三十几年 那这三十几年来 我其实一直希望把这 我们比较近代的这些作曲家的曲子 看看可不可以用我在德国学习到的 一些技术跟分析方式 然后重新的去做一些诠释 也让后面的一些 就是能够听到这张专辑的人 可以有一些对 就是我们早期一些歌曲的人 有不同的想法跟看法 其实美声的唱法 为什么用美声这个字呢 因为美声唱法其实 它其实是意大利语传过 北坎德的一个延伸 但是它其实在每一个民族里面 都有它自己的美声 那我们也不可能把德文歌曲唱成意大利式 也不可能把法文歌曲唱成意大利式 那我相信我们自己的语文 不管台语 课语 或是中文都应该有自己的美声 所以才会取得款款生生的东方美声这个名字